你穿得这么正式吗 我想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所以就得穿得正式一点吧 好看 我车停外面了 我们走过去吧 其实今天你不用来接我的 我可以自己去的 我知道你怕影响不好 那这样一会儿 快到单位的时候呢 你先下车 你走过去啊 我开车进去好吧 小张主任真是细心的呀 怕女女不认路 我还来接她 我们妮妮真是有福气 妮妮 快走吧 再不走 待会儿整条街的人 都要出来看热闹了 是的呀 走吧 走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 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哪 都比较关心 能出现在我身边的姑娘呢 自然就会成为焦点 不过你放心啊 到了单位之后 我的办公室呢在一楼 你的办公室在二楼 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工作关系 不要把咱们这层关系 带到工作中去啊 这点我要提醒你了啊 要有分寸 我们什么关系啊 你 恋人关系呗 我们什么时候定的 这层关系啊 不 那相亲之后了 我还愿意见你 你也还愿意见我 这不就表示 不不不不不 再见面的意思是表示 可以继续相互了解 相处看看 然后才能考虑 是不是那女朋友关系 再相处看看 是为了考虑什么时候结婚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相亲步骤 这不是我的步骤呀 你往前看好不好 再开车呢 行 既然说开了嘛 也 也蛮好啊 省得闹误会 这种事情嘛 还是要尊重 你们女同志的意见 那就按你的步骤来 谢谢啊 您的办公室在102 我带您去 新来的 你好呀 你好 我叫高玲玲 我爸爸和你妈妈 是老同事了 我爸爸在那个密尿科 你妈妈就在乐科室隔壁 我叫周依然 我大表弟就是你小学同学 你妈是我妈的旧表姨母 我没有要赚你便宜的意思 咱没亲戚关系 但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呀 咱也不是外人 有空一起聚一下 好吧 按备份算啊 你不应该叫我刘姐 应该我叫你旧表姨才对 来来来 你的工位在这儿 来来 坐 谢谢 谢谢 我们都知道啊 这小张主任的眼光啊 高过头顶啊 今天一见到你啊 才知道这些年她在等什么了 不是的 我和她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 不说了啊 不说了 刘姐您看我先做点什么工作呀 没事 你刚来先熟悉熟悉环境 不着急 你早饭吃了没有啊 我家里带的紫米糕 你要不先尝一下 不用了不用了 谢谢 你爱吃什么跟我说啊 真的不用自己吃吧 是 热腾腾的锅贴 多吃两个 我这也要好吃 慢点 我这热麻腾的先热吃 不不你自己吃吧 冷的不好吃 好 谢谢啊 赶紧吃吧 别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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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溢出来看不到的吗 不好意思啊 小张主任 我不知道您下来了 我 我 那 那个 二楼热水没烧开 我 我到一楼打个水 我知道的 我懂的 我懂的 你们聊吧 我回去了 别 我们有啥好聊的 你们俩聊 我在门口帮你们盯着 你们聊吧 曼妮真是美啊 走路像走台步一样 咱们这楼道啊 头一回成梯台了 还可以吗 郎才女貌 听心配啊 这呢就是小张主任的女朋友吧 好像是啊 听说马上就要结婚了 是吗 这个女人长得不要太漂亮 要是小张主任不要 我说这种娶了呀 是呀 这你都没听说过啊 人家是呀 那都不是什么的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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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你午休回去吗 离家近的 都回去吃饭午休了 我跟你说啊 你可千万别叫外卖 送餐可慢了 一个多小时要饿坏的 这样 从明天开始啊 你就不要管了 明天开始 我给你带午饭来 那我先走了啊 妈 小张主任啊 张主任来了 妈妈你 妈妈你 快去吧你快去吧 拜拜喽 主任久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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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他那件西装很可救的 对啊 对啊 慢点开啊 穿了一件新的 慢点开啊 好神气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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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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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写的都是 中学生的事情 咱家孩子已经过了 这个阶段了 我看那个爸爸 说话特别快 快得不得了 是吗 那你慢慢听呗 音音来了 来 坐这儿看电视 蛮好看的 嗯 妈 我给你剥个橘子好了 嗯 妈 那个有个事跟你商量一下 嗯 现在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怎么了 是不是太累了 累 人际关系太累了 我不想跟张智在一个地方工作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想跟张智在一个地方工作 你们俩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顾呀 照顾什么照顾 我跟他都两个人都没怎么着呢 还照顾呢 现在搞得人尽皆知的 所有人都在议论我们 从小到大都没有说过这种关注好吧 那大家都是好心哪 没有恶意啊 那大家见了面 总要聊天吧 嗯 那要聊肯定是聊那个最有意思的事情 爸说得对 我什么时候成为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现在是所有人都在看看看看看着我 看看你又怎么样啊 看看你谁会掉困肉呀 一轮一轮啊 那心心劲过了 就没人提了 这实打实的好日子 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真的跟张智结婚了 那以后你就有好日子过了 妈 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情 工作的事情 那跟我说什么结不结婚呀 现在都是没给我们的事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回去睡觉去 你 谢谢 说不通 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呀 好 好